因應全球趨勢以及為了讓民法刑法得成年年齡統一 避免權責不符的問題 民法將成年年齡從20歲下修至18歲 並且將於2023年實行 就18歲成年了嗎? 啊,知道 嗯,應該是18歲之後就可以結婚了 就,應該是只有這個而已 民法下修18歲的影響層面相當的多 主要有 第一,洽工 例如申請戶籍成本 健保費分息付款 第二,提起訴訟 民事行政訴訟 第三,基本生活 像是購買手機、租房 第四,金融方面 開通銀行帳戶 辦理信用卡等 都可以以在年滿18歲後自己獨立去辦理 然而,年滿18歲可以投公投 但是參與選舉、投選票 仍需年滿20歲 民法下修也連帶許多法律條文、現行制度進行修改 稅制便是其中一環 如18歲成年的非在校就學的子女 需獨立報稅 基本上來講 在我們的所得稅法裡面 我們還是看一個人有沒有給付能力 去作為要不要課稅的一個判斷 可是以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講 我們可能要面對的是18歲 他的工作能力、他的給付能力的部分 會到達什麼的給付能力 他能不能夠、他需不需要繳稅 那這個可能都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整體而言 18歲公民權施行以後 連帶的民法也修正 那在所得稅法上面 在這邊我還是建議說 每一個家庭都應該盡早地去規劃 在那個家裡有18歲的成年人之後 那他跟過去的報稅的那個情形就會不一樣 18歲成年將在明年上路 了解民法下修後自己得到的權利 以及相關的責任也需釐清 提前做好規劃 準備充足地迎來成年後的生活 中正一報 董凱勳、陳玉婷、嘉義民雄報導 います